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深 盖 玫瑰少年 本周五晚周深将会与盖带来合唱舞台 两人在完成舞台后都热泪盈眶 并说到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周深和盖都各自经历了不同的成长 周深因为嗓音曾被诋毁过 盖曾经遭受过校园暴力 开始抽烟 逃课 打架 甚至学会了暴力和脏话 他用一颗包裹了刺的心来反抗冷漠的环境 但现在也为曾经的自己冲动后悔 这首玫瑰少年就是源于因举止女性化 而遭受校园霸凌致死的台湾男生叶永志 以此来警示公众善待身边不一样的人 他们这次的舞台对自己来说都很有意义 而对大众来说更是有着一样的意义 因为这首歌能给承受过这种痛苦的人 带来一些希望和力量 想必在节目播出后 两人的合作又将会是一首爆款歌曲 都说周深的嗓子是被天使吻过 但是让谁也想不到的是 这如同被天使吻过的声音 曾经是周深最大的噩梦 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变声期 似乎是真的遗忘了周深 虽然声音好听 但是娇小的身体 孩童的嗓音 让他成为同学口中的笑话 说话完全不会想太多嘛 想什么就直接说出来 然后反而那些没有经过思考的这些话 其实是挺伤人的 初中三年几乎都没有唱过 这一度让周深非常的自卑 一直到上了高中 周深拿下学校歌唱比赛的冠军 却觉得找回一点自信的周深 对着喜欢他音乐的女孩子表白 但是却被无情地拒绝 对于这段还没有开始就结束的恋情 多年以后的周深 在好声音的舞台上 唱了一首《没错》 我希望把这首歌送给当时我安恋的那个人 然后我要告诉你 就是希望你能够找到对你好的人 然后你喜欢的人 几分痴情 几分不甘 几分释怀 雄词难辨的声音格格不入的身高 这是让周深一次次的封闭自己 2010年周深化名卡布勒 开始在网上唱歌 在虚拟的世界里 周深空灵婉转的声音吸引了不少的观众 更是由不少的网友满怀幻想地称呼她为卡布女神 周深以为在这里没人在意她的身高和性别 但是当她打开摄像头的瞬间 满屏的谩骂再次打碎了周深 小心翼翼堆积起来的自信 他再一次地把自己封闭起来 以至于中国好声音的导演三顾茅庐 周深仍然婉拒 他不是不想去 而是不敢去 他害怕体会曾经被同学嘲笑 被网友慢慢地感受 最后当周深鼓起勇气参赛的时候 周深那独特而又纯粹的声线 让现场的观众沸腾了 现场意识间的疾呼 让周深的内心防御慢慢地瓦解 他尝试着开始接纳 曾经被自己当作心理障碍的声音 敏感与自卑 即使一次次地站在舞台上 周深还是会对自己雄词难辨的嗓音 格外地在意 大家能够感受到 我是真的在好好唱歌 而不是在用猎奇的眼光 在说 哦 你是在反串 我真的每一首歌 都很用心在唱 所以希望大家 都多多听我的歌声 他一次次地和观众解释着 一次次地和自己和解 2017年的好声音的舞台上 周深用一首 《大鱼》一曲风神 一条大鱼从梦境的缝隙里游过 一个声音被天使的唇吻过 周深的这首大鱼不仅成为年度十大金曲之一 更是斩获了九个大奖 一直对自己声音耿耿于怀的周深 终于开始接纳自己的声音 2016年周深登上蒙面唱将的舞台 他头戴假发 身穿女装 踩着九厘米的高跟鞋 一手升旗白马 再次让无数人惊艳 周深那优雅的嗓音唱进了过去的嘲笑与自卑 那一刻他终于有勇气直面自己的嗓音 他就那么魅力四射地站在舞台上 和曾经的自己握手言和 也许当周深升旗白马 凝望着曾经的自己 未来的道路上再无矮矮夜色 周深踩着荆棘成长的玫瑰少年 经历过黑暗才会如此的阳光通透 大家就是很多时候要接纳 自己和别人的不一样 因为那个可能也是你最利的武器 可以关注一下下一期天赐的声音 干和周深的合作 玫瑰少年 对 玫瑰少年 你要那么不明白翻唱的意义 你就听下一场 马上就告诉你翻唱的意义 真的 对 马上就告诉你翻唱的意义